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来感受一下跑男团满满的公益正能量吧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蜿蜒山路 跑男团终于来到目的地漫点小学 会小朋友们带来了跑鞋 书包和50台电子阅读器 与此同时大家还将帮助学校建立电子图书馆 小朋友们很开心哦 你们每天要走很久来上学对吗 对 有的住的很近 有的比较远对不对 对 我觉得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首先你上山的时候可以感觉他们平时上山上学很辛苦 就是其实也了解到他们有的孩子上山要走很久 而且其实他们很多也都没有鞋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活动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而看到同学们一张张真诚的小脸 一向自取学霸的邓超也难得吐度了一回真心话 我是一个海边的小脸 你们一定要好好读书 好不好 好 好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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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他是 他是胖子就对 你们来之前也做了个调查 就是说问他们 他们最喜欢谁 好 结果你们猜是谁的人最喜欢的人 贝比 贝比 是不是 男的女的都是选贝比 他们的理由是他们是女孩子 对他们是女孩子 哦 人男的都是女孩子 谢谢谢谢 刚刚也遇到 没有人喜欢 哈哈哈 我觉得 哈哈哈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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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来黑我的吧 哈哈哈 好了好了 别忙着互相调侃了 跑男团已经到来 不和小朋友们一起跑起来怎么行 一场速度比拼 这就开始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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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预备 你们这队肯定输了 因为你们这队是陈鹤叔叔 陈鹤叔叔他讨不动的 我们让baby从一半开始讨 你要不要从一半 或者 我觉得你就别讨了 让小朋友们直接讨就好了 走开 好不好 不要 不要 不要抢钱 真的 你别抢钱好不好 小朋友看会不会很失望 现在应该带小朋友给钱 必须 就这边 马蓝团 你还系裤子干嘛 不要 你真的跑 你不会掉 如果胖子不会掉 过去真的 那么又是哪队能获得胜利呢 预备跑 加油 加油 到最后啊 加油 快点 加油 加油 慢一点 慢一点 小心哦 小心哦 小心 哇 哇 到这走啊 哇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哇 你们太远完全像一个 像一个队一样跑到了终点 你们平常是不是 很加强运动啊 我才稳到最后的 你先的鞋 先的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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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的鞋掉了 好好好 好 话又说回来 从北京长城跑 到给民工子弟学校的小朋友们送鞋 跑南方的工艺脚步 从北京到南京到厦门 这么多次工艺活动下来 大家都有些什么感受呢 老公是谁 老公是谁 我们俩 我们俩先吧 我们俩先 俩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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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这样 我觉得 跑南与我们呢 就是一个欢乐的一个聚会 就是对于我们 我们七支来说的话 它本身像是一个工作 然后在这个工作当中呢 我们觉得 好像原来我们会觉得 哎呀 这个工作 但你会发现在里面得到了很多快乐 的确 说到快乐 咱们跑南团可是制造快乐的一把好手 我们对 哎你就这样 就这样对 不算你也参与了 对不对 他就说这么多 没有他承接前面的东西 他说对 我以为我说我们你就说对了 对对对 我觉得长辈们说的特别对 长辈们 老长辈们 不要强调这个东西 长辈们 小毛子学坏了 对 没有我觉得非常荣幸 因为 虽然我们每一次拍摄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但是每一次来这些公益活动 都看见很多小朋友 用非常 感动 灿烂的眼神去看着我们 能够陪着小朋友成长是非常开心 我希望 你们现在 是这么高 我希望你记得 你们这么高的时候 还记得我们陪着你们一起成长 对 对 对 不对 对 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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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 吃吃 对 自己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一个 哦 耶 没有 我觉得就是像 就像刚才像一个这个 一个小细节 大家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就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就是在制造快乐 然后能把这份快乐带给孩子们 看到孩子们脸上的笑容 这就是一种互相的东西 云南名场 云南七双反弹 采访报道 看了来吧冠军的观众们 一定知道 咱们明星队的贾乃亮队长 那是花样百出 不仅自封小区运动王 还带来各种稀奇古怪的道具 什么甜心洗澡时候的小板凳 平底锅 催板啊 这些创意究竟都是怎么来的 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 奶爸是怎么说的 五一劳动节 神经奶爸贾乃亮可是没闲着 一身休闲妆现身杭招 出席某品牌代言活动 说起在咱们浙江卫视 来吧冠军里的精彩表现 贾乃亮这自封的小区运动王 可不是随便说说 这哪个都是我很擅长的 就是我是小区各种王 小区缩杆王 小区游泳王 小区 小区搓 搓板 搓王 各种 我是小区的反手王 金刚 我就是抬救界号称 隔壁小区 隔壁小区 这小区运动王的称号虽然是自个封的 但面对各路世界冠军 贾队长这气势是绝对不能输的 我不是来玩的 我是来打败冠军的 所以我在 每次比赛之前我都会 训练 真的真的很认真在训练 我相信通过我一个小时的努力 也能打败冠军的 不过话说回来 加乃亮敢这么嚣张 那可多亏了节目里各种稀奇古怪的道具 大部分是我自己想的 然后导演组根据我想的去做了一些道具出来 然后以至于冠军 就问这个道具是谁做的 加乃亮加乃亮做的80%多 天心洗澡的时候呢 什么道具 平底锅 大球拍 放大板的巨型的球台 上面的台球呢 是我们用保龄球做的 这个蛮有意思的 这个训练既不枯燥又不乏味 那么就是加乃亮研究所 研究出来的独特的国家冠军训练 器材 好 我相信我们可以开个器材公司 娱乐梦场唐中采育广报道 加乃 如果我罢了你 还记得上一期节目里 一见到篮球巨星 明星队的无尊又是腿软 又是一秒变成小粉丝 让两位队长伤透了脑筋 而这回遇到的冠军对手 又是大有来头 那就是九球天后潘晓婷 什么招尽管放出来吧 尽管要证明给你看 他们甭想迎着出去 于是 两位队长搜遍了自己的人脉圈 终于找到了一位 在球技上足以与之抗衡的实力队友 古巨鸡 大家好 我是天山巨鸡 古巨鸡 据说 古巨鸡这回是带着他师傅的 独门武器前来出城 说的这么些货 这杀手钱到底有多神奇 古巨鸡背着这个 应该叫球带嘛 这个是有来历的吗 我的师傅 玉女掌门人 宋慧敏 她就知道我过来 特别送我这个武器 今天呢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玉女棍法的古巨鸡 到底有多娘 到底有多娘 有多棒 有多棒 好不好 玉女棍法到底如何还有待揭晓 接下来 先来看看九卓天后带来了哪些绝火 现在呢就是白球要击打一号球 三号 五号进中袋 一号进底袋 白球用高杆化 要敌性的洞口的七号球撞进 然后八号 九号分别两个中袋 你是说球全部进袋呀 不但是全部进袋 而且每个都有不同的指定的袋 看明星队各个一脸的不信 那潘晓婷究竟是不是虚张声势呢 上 好帅啊 突然觉得他很man啊 你看他打完那一瞬间 其实是自己心里应该也会有一点开心 但是在他脸上是看不出来的 淡淡的处你们 内心是比较强的 既然明星队还是不服 那就再来个马里奥花式装英币 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基本功 这个也是要力量的控制 对 力量的控制 角度 好酷啊 就这样他就进得去 这是魔术吧 冠军打起来是行云流水 但到了四眼无期龙这 一次未进是不是只能怪球杆不好 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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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力过猛 这还只是能力展示 就已经让一旁的明星队无力招架 于是向来不走寻常路的他们 决定在第一轮就打起擦边球 这什么奔跑把口袋军的比拼 确定是在比台球 而不是在比五十米冲刺吗 出了 出了 Ella 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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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la 出了 Ella 出了 哎呀哎呀 没接住 太可惜了 再加二 三 第一个被淘汰的是Ella 难怪夹奶量叫我第一个 我就觉得真的 这里面是有问题的 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公正的队长 加乃量随后也披挂上阵 只是就你这样球都没有打出台面的 还好意思嘲笑Ella 而且还好服劳 没有一个人过来 什么都不走 不如天算 师兄 我懂你的点 到天前了吗 因为你是一个高手中的高手 所以你眼中只有劲动 没有要从中间出局 这样一种可能性 对不对 全世界是由何老师最了解我 我竟然输给了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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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回来 不要再演了 回来 那这一招是否能难倒九球冠军潘晓婷呢 冠军开始紧张了 这个确实让他非常为难 他很紧张 我看到 他太想赢了 太想赢了 准备 一击得场 明星队赶紧乘胜追击 这回的道具杀不干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居然是金箍棒板的巨型球杆 瞧瞧明星队一脸的得意模样 总算是轮到冠军队一头雾水 开了小姐 你是不是应该在球后面 搞错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忘记了 我忘记 他只是为了摆pose 没有了 没有了 这样才对 别动了 别说靠着这奇葩道具 还真是明星队首先拿下一场 二 三 反观冠军队 两个女生光是举起这沉重的球杆 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这效果嘛 自然是不咋地 你没有属于二三 自由球 自由球 最后再派出玉女棍法的继承人 骨骑鸡 来个制胜一干 明星队这场总算是赢得有模有样 压力好大 你不是不是 你确定吗 你这样不行啦 这样啊 对对对 小心不要碰到球 再过来一点 不要碰到球 好好 不要辜负我 听见没有 天上的好机会 一 二 三 四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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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张卫视热播的欢乐颂 大家是不是已经追剧追上瘾了呢 其实啊 剧里除了舞美各有千秋 男生养眼十足 剧中的道具细节更是精细到了极致 让不少观众看了之后惊呼 这个剧组有毒 浙江卫视热播剧欢乐颂 最近掀起了全民官剧热潮 除了从狼牙榜中穿越而来的一众主创们 让观众嘖嘖称奇 走心的情节 也让观众追剧根本停不下来 扮演高智商海归精英的刘涛 随口一句俗语都尽显学霸本质 大脑零号神经发出的脉搏 可以直接影响人类对外界环境的感知 它放松到视网膜的纤维 会直接改变视觉信息的处理方式 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情人眼里出西施这句话是有科学依据的 剧中安迪不喜欢语言碰触 即便是帮曲潇潇盖毯子也要裹着脚 但也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后来的崴脚情节 而要完美重现刘涛的童年 又有谁会比他女儿更合适呢 如果你以为欢乐颂只是单纯的在人物性格和人物身份上做功夫 那就大做特错了 清洁设置上 编剧同样玩了一把新机 还记得电梯惊魂的一幕吗 其实编剧早已埋下伏笔 而曲潇潇回家给父母看方案 曲妈妈穿的睡衣居然和反小妹的是同款 如果你以为剧组只是为了省钱 那就掉进编剧的圈套里了 那衣服哪买的呀 我妈今儿早上穿也这件 你妈够前卫的呀 樊盛伟和老同学聚会喝的是酒 而老同学喝的居然是果汁 为了咱们能在上海再次见到 干杯 别诧异 那是因为她要开车 除了有趣的人物性格 和充满心机的情节 欢乐送剧组 在道具细节上的把控 同样为人称道 还记得安迪被黑的情节吗 没错 就是这样一个一晃而过的帖子 剧组为此专门开帖 还煞有其事用水军讨论 不仅有道具帖 还有道具微博 赵玉生和曲萧萧 这一水的恩爱互动 真是虐死一群单身人士 还不止如此 还记得曲萧萧 曾经拿到赵玉生的名片吗 根据上面的电话号码 就真的能搜出赵启平的微信 而为了证明曲萧萧的 富二代身份 剧组就找来国民男友 王思聪做作证 这时间的精准把握 也真是没谁了 而除了这两位 还有安迪和奇典的脸书账号 以及门口的外卖单 墙上的便利贴 好了好了 说了这么多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被这部欢乐 用严谨的电视剧给征服呢 赶紧锁定浙江卫视 每晚持续追剧吧 娱乐某厂编辑报道 小的时候其实不懂的 不懂的就是好看难看 就会觉得说晒得 跟个黑猴子一样的 还在那拍照呢 从曾经的黑猴子 到如今的时尚男人 女神刘诗诗还真是 称得起那句女大十八遍 而造型百遍的她 又是什么模样 最受老公吴七龙的钟爱呢 吴七龙是不是 特别喜欢你素颜的样子 我什么样子她都喜欢 瞧这恩爱秀的 价位人妻后 刘诗诗是愈加幸福了 不过这新婚蜜月刚过 两人又开始了 聚少离多的生活 刘诗诗也不免多了一种 甜蜜之外的烦恼 那不只是在感情生活上 家庭上 工作上 事业上 都有很多不同的变化 那目前来说 可能工作还是相当重要的 对我来说 可能赞助我生活上 绝大负责的时间 对习惯 她上次也在说说 女性厂这样擦肩 是啊 她都不知道我去哪儿 如果前一天马上问她的话 不可能还知道 对 所以再早几天的话 可能不记得 好赛 两人工作这么拼 回报也是不菲 尤其是吴七龙经营的公司 不仅在影视剧方面再攀新高 今年还涉足唱片领域 可谓是全面开花 最近刚刚自己公司开了一个新的戏 叫繁星四月 那是一部时装戏 那现在主要是跟契威一起合作 然后戏里面演的也算是霸道总裁的一个形式吧 今年应该会有五到六部戏要制作 那这现在做的繁星四月是第二部 然后另外还有唱片专题在发行 吴七龙做老板成绩斐然 看得刘诗诗都心仰难耐了 尤其是吴七龙送出十多亿股权的新婚大礼后 刘诗诗自然要学着怎么让资产增值 可以学 对 去上其他的名乡去讨教一些经验 你说我老公吗 他自己就会跟我讲呢 对 娱乐部场上海沈阳采访报道 这是一个冬天 然后拍冰淇淋的广告 特别很贴心 就是帮我准备很多热水啊 或者什么 反正就明明呼呼的就拍完了 然后我的广告模特身体就开始了 从1996年人生的第一支冰淇淋广告 到20年后依然是广告商的宠儿 女神高媛媛的魅力毋庸多言 而说起高媛媛和贾静文的友情 从2003年的《倚天屠龙记》 周芷若 笔记型还不错吗 好说好说 我啊 就这点长处 霍目不忘嘛 到2013年 奇米天龙八部里的逍遥派二姐妹 姐姐 两人之间的情谊 早已从迎平发展到生活 人生的重要时刻 也都能看见彼此的身影 有没有什么话要对这个静文说 谢谢 我跟静文认识有12年了 她就很有男孩子的气质 就是虽然她在我心里是我的 就是真的像姐姐一样的一个亲人 她有很多很美很温婉 然后很优雅 然后非常有女人味的时刻 她可能就是天生 就是那种大姐姐型的人 就是你看到她就觉得挺有安全感 如今13年过去 友谊的小船随着时间的增绩 也更加稳固 你在上年时期或者说在自己二十几岁 二十五岁之前认识的朋友 长久度会更持久一点吧 就是一个是你们有很多共同的回忆 一个是你们的彼此的那种信任基础 是非常的牢固的 而除了闺蜜的关照与惦念 老公赵又婷对圆圆同样呵护有加 近日一段在网络流传甚广的 赵又婷爱的告白 就引来不少人的艳羡 当你知道你可以提供给你另外一半 她这一生等待着的幸福的时候 你就不准手段的去守护她 顾安检的时候 有一个男生就跑过来跟我说话 说你是高媛媛吗 我说我是 其实我再等了下一秒说 我好喜欢你演的戏 你是我女神 什么什么什么 结果她说 嗯 恭喜你嫁了个好老公 娱乐某场上海财宿报道 五一小长假期间 各地的演唱市场也是非常的繁忙啊 特别是上海的春郎音乐节 云集了肖敬腾 方大同等实力唱将 还有SHE再度合体场面 那叫一个火爆 现场盛况如何 赶紧来看看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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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头灰发 一身休闲妆 肖敬腾就这么随性的 在春郎音乐节上开唱了 金曲一首接着一首不说 你残念千万的 我就想有谁 我爱我 我爱你 我爱你 啊 再故意把所有人的胃口 给掉得足足的 让人又爱又恨 我今天真的没有要唱《心无聊情》 可是 可是 我唱一句给你们听好不好 情热就来 好 谢谢 一句啊 不然你要讲清楚几句嘛 五句 好 就五句啊 从现在开始五句还是第一加第一句 还是要重复歌开始 重复歌 回忆过去 痛哭着想死忘不了 为何你和人 抱到我心跳 不过 雨神驾到 竟然破天荒的没有下雨 我说小小腾 你这洪风欢雨的功力 是失灵了吗 刚才上台的时候 如果有注意到 天上是有下雨的 是有下雨 但是我是为了你们好 我叫他停下来 不然你们今天会感冒的 真的 不好这样不好 这边萧敬腾的冷幽默 让大伙一犹未尽 那边再度合体的ICHE 已经掀起了一股怀旧风 不仅提前录制的小视频 来营造氛围 今天是哪一天 今天是五月的第一天 那不如来唱一首 五月的天 梦还是要先一眼 只能放蜿蜒 一上转的心 我们一天一天 慢慢实现 还一口气 把最最经典的 Superstar 热带雨林等 统统唱了一遍 引发全场的共鸣 你是远 你是光 你是唯一的生活 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你就爱我成果里 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能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夜色阳光树影 穿梭在热海雨里 你去的愿意 从来不说明 娱乐幕场编辑报导 迟哥三年 林峰带着自己的 全新一臂Tripe 再次唱响香港 红堪体育馆 只不过活力四射的她 才唱到第二首 就被衣服上的签钉 刺上了手掌 鲜血之流 因为跳舞的一些动作 就有一下 可能手就刮到 那个身上的事物 刚好有个尖的东西 整个就插进去 接着我发现 有一下刺痛 接着我发现 自己手开始湿 接着看看地上 已经红色一滩 一滩 所以就马上把手 把她握住 因为怕流太多血 到时候跳舞的话 会滑倒 还好 不过其实没有大影响 只是皮外伤了 不过伤口可能 比较深的一点 不过有惊无险了 不过 这个小小的意外 可是完全没有影响到 林峰的表演 她不仅大秀肌肉 还吊着钢丝 和大伙儿来了个 别屈一格的奇迷接触 好近啊你们 林峰这么拼 不知台下作者的 女友吴千宇 会不会感到 一丝心疼呢 谢谢她 我今天不止她 还有很多 很多圈内 这么多年的朋友 真的前辈 都来真的支持 我真的很感谢她们 游轮工厂编辑报道 近日 巩力现身上海 出席商业活动 短短几分钟 依然引来一片追捧 谈起最近的工作 女神的真爱 永远只有一个 电影 我没有时间说 一年拍两到三部电影 拍是可以 有是可以拍的 但是我觉得我拍不好 可能出来东西以后 大家也不满意 所以 还是 踏踏实实一年一步 这样的 就让大家有一个惊喜 让大家能够说 看到狗力的电影 又有所不同 又有新的 收获 广告之后 欢迎回来 娱乐梦工厂 我是王丽 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送上 今天的大奖 关注娱乐梦工厂 微博微信 就有机会获得 大光明电院的 电影兑换券 此外 由黄晓明主演的 大唐玄奘 也在热映中 大家赶紧抢票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就结束了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咯 拜拜 拜拜